大女儿嫁有钱人,小女儿却偏嫁穷小子,过了几年两人竟完全反转了。 对岑大来说,这辈子最值得让他骄傲的事就是自己两个漂亮的女儿。 妻子顽固了许多年,可那以后曾大再也没有再有结婚的念头,因为妻子留下了这一对姐妹花,这世上最让他珍惜的人。 这么多年,曾大在照顾女儿的过程中也一直在改变,不再是年轻时的粗心,要做的事也越来越细腻,为了让两个女儿健康的成长,曾大从镇上搬到了城里,尽自己所有的努力挣钱,给女儿们买新衣,送女儿们去最好的学校,这么多年,就连厨艺也能让人刮目相看。 朋友们都说曾大这样为两个女儿,也真是够拼的,只是可惜两个都是闺女,以后曾大老了,也只有一个人。 可曾大却不在意,女儿和儿子有什么区别,只要他们过得好,以后自己还会愁没人管吗? 曾大去帮两个女儿算过命,她的心里也有了底气,算命地说两个女儿以后都会很优秀,而且也都很孝顺。 而关于两个女儿的婚姻,也是她这当父亲的心头大事,那算命的师父说大女儿嫁得好,先甜后苦,中间会度过一顿风波,而小女儿却属于先苦后甜,找到了爱情,但要过几年的艰苦日子,过几年日子就会过得好起来。 不管怎么说,从大厅到两个女儿以后都能安定幸福,她心里也是很满意的。 女儿们的路,终究也还是要她们自己选择,自己即使是在爱她们,也迟早要放手,何况她的心里有个底,对女儿们的选择基本不再干预。 女儿们和曾大的关系一直都很好,什么事也都愿意跟父亲分享,父女之间没有太多的秘密,曾大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父亲,他看那些曾经的同事朋友的孩子,心里有时还会窃喜。 曾大也没想到,大女儿和小女儿竟约好了一起结婚,而她们的对象曾大那些片也都见过,心里也都很满意。 女儿们那么优秀,那她们找的男人也一定是出色的。 大女婿家里是做生意的,可以说算得上是一个富二代,但却并没有一点公子哥的架子,一直以来也十分的出色,曾大接触了几次,对大女婿也很放心,自己的女儿跟住她定不会吃亏,何况可以看得出来,她真的很喜欢大女儿。 而小女儿的丈夫家里条件一般,但曾大也没人否认,她很优秀,和大女婿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年轻的时候穷一点,吃点苦,这都是人生必经的事情,她自己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,妻子还是死心塌地地嫁给了自己不是。 而几年后,大女儿和小女儿的处境真的反转了过来,从大也知道到了大女儿家那师傅说的阶段,这两年大女婿家里的生意衰落,那两年日子过得落魄,而小女婿情况完全相反。 这几年发展得如日中天的,买车买房的置办住各种东西,从大也感慨自己的眼光实在是没错,以后小女儿的生活也到了便宜的时候了呀。 至于大女儿家她并不担心,她相信大女婿的能力,那时候她们都还年轻,正是闯荡的时间,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些磨难,那又怎么面对以后的风波重重呢?